堅強 堅持 受罪 安裝 消防員含著精神達助整齊步伐集結進場 南樓縣消防局舉辦119擴大救助演練 透過演練的方式強化防火宣導成效 減少春節期間火災發生 降臨人民傷亡及財產存失 每一天都為到要來對到我們百姓的安全 一旦做到最好的以後和救災的最快急時的幫忙 跟你們說一句你們辛苦了 可以看到你們今天104年的119消防員練精湛的技術 高超的救災行動 可以讓我們百姓看得真正安心 讓我們來南大縣出頭的鄉親 這些觀光客都可以說沒有那個煩惱 所以在這裡感謝你們平常的辛苦 演練結合各餐演單位 由草屯附宣防範液氧化碳中毒 熱水氣構設常室的畫具表演 水裡一小消防衣帽協作裝 空禽直升機滯空下降 還有模擬各項惡劣環境中 消防人員進行救助等 展現南樓縣內消防人員平日紮實的訓練 在在都讓觀眾拍手叫好 他能帶給民眾知道說怎麼去救災 怎麼去協助災害 怎麼去防治災害 然後不會再把那個巷道擠得窄窄的 連那個救護車要進去 或那個我們的消防車要進去 都無法進行 讓社會每個百姓都知道說 他們不是說沒有要去救我們 而是我們自己妨害的交通 平常其實就有那個概念 就是預防勝過與救災 那這個就在演練的活動 也可以提示我們說在哪個時候 應該注意哪時候的預防 然後必須要注意 目前縣內消防資源還有不足的情況 曾擔任過一銷的議員 曾正也說到 期盼未來各界可以多重視一銷的資源 我是希望說我們的企業家 能夠重視我們這個預銷這個區塊 能夠平常來多多幫忙預銷 因為我們預銷真的有欠缺這個資源 希望大家的能夠共襄盛起 為我們這個平常做好預銷的準備 預防勝於治療 透過這次的擴大消防演練 可以提升社會大眾防火防災的知識 達到有效防範不必要的災害發生 民意新聞莊伯君草屯採訪報導 將會影片推出 再進入海中的工具 suic局後 發生了 嘩 嘩